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马上就圣诞节了 你是不是在国外,在美国,在欧洲 你会对别人说Happy Holiday 特别是在美国的 人们以说Happy Holiday为进步 然后理由是说什么呢 说了,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有的人没有信仰 有的人是穆斯林 有的人是犹太 有的人是这个是那个 然后所以呢 你不能在圣诞节对他们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你会给别人造成不适 你会伤害到人家的宗教感情 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哎呀,我要做一个文明 我要做一个进步的人,我要做一个能够尊重别人的人 不能伤害别人的人,所以我得说Happy Holiday 我不能说Merry Christmas 哎,我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做个节目啊 因为我发现很多美国人,甚至很多保守主义者啊 保守派的,他们也接受了这一套说辞 他们也对别人张口闭口就是Happy Holiday 比如说我们家Steven 哎,他是个保守主义者的呀 然后但是呢,他也是 他就跟他,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要说Happy Holiday 而不说Merry Christmas 他说,啊,因为穆斯林什么什么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是谁制造的这样的Happy Holiday的词语 是谁进行的这种理论的传递,传输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说你知道吗 在中国1945年到1949年这四年间 发生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战争 然后呢,国民党失败了 退守台湾 这就有了台湾这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就有了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 他说,哦,原来是这样 哎,我就原谅他了啊 因为人家美国人不关心其他国家的历史啊 然后我说是啊 我说,但是你知道吗 在中国大陆 我们接受的教育 从来不说那是国共内战 他说,啊,那不说是内战 说什么呢 我说,说那是解放战争 他说,哇,太荒谬了 对呀,我说,你看美国人管 这个当初 林肯总统的时候 那个战争叫做Civil War 是美国的内战 我说你知道吗 中国共产党为了让解放战争 这个成立 不说它是内战 他把美国的这场战争 都不叫美国的内战 他叫南北战争 他说,啊,怎么能可以这样 我说,所以啊 我说你知道吗 我说Democrate和CCP 是一样的逻辑 一样的方法 他们是亲兄弟 他们通过改变概念 通过编织新的理论 来给人洗脑 我说,所以每个人 每天 在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不说Merry Christmas 而说Happy Holiday 这样就通过这种言语的方式 就把基督 上帝 从美国人民的生活中 排挤出去了 那么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想一想 当我们作为基督徒 跟一个陌生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跟他说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歧视他 我们也不是在伤害他 我们恰恰是在祝福他 不是吗 你作为基督徒 你就要传福音 你就要对别人说 耶稣爱你 Merry Christmas 你为什么要说Happy Holiday 然后斯蒂文说 哦对呀 从那之后 从我跟他说了之后 他 不管去干什么 不管去哪 不管遇到什么人 他都主动跟对方说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而且呢 就是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个人 跟我们说主动说Merry Christmas 我们也会很开心 比如说昨天我们 晚上两人都不想做饭 叫外卖 然后呢 他说 哎呀 我给他准备多少小费 这个 八刀吧 我说你 随便你啊 然后他说 八刀吧 因为其实按照那个标准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 五六刀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昨天在下雨啊 然后呢 就准备了八刀 然后等到他下去去取 然后上来之后很开心 他说Baby 我说怎么了 他说 哎呀 那个小伙子他主动跟我说Merry Christmas 我说哦太棒了 我说那真是个好小伙子 他说对呀 我说所以给他八刀 小费是配得的 还有昨天我们来送床的也是 我们两个人都是啊 给他们说Merry Christmas 然后那两个人是俄罗斯人 然后他们一正 然后也说Merry Christmas 然后 他们走了之后 我和Steven 我们两个人就相视而笑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 就是告诉大家 要抵制洗脑 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从日常生活中要清洁我们的语言 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 你一定要注意那些 每天教导你啊 主流媒体给你宣传的一些言论 你要动脑筋去审视它 思考它 所以我们每个人记住 圣诞期间我们放的假是圣诞假 它不是一般的 它不是一般的假日 它是圣诞假 所以你对别人 尤其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要大胆的 你不需要有任何介意 你千万不要把左派给你洗的那个脑 说你要给别人说Merry Christmas 你就是歧视别人 你会伤害别人的感觉 不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给他们说Merry Christmas 我们是在祝福他们 我们不是在伤害他们 我们是在为他们送祝福 是在为他们祈祷 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有人给你说Merry Christmas 你要知道那是他在祝福你 你也要送祝福 让我们一起抵制Happy Holiday 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Merry Christmas 亲爱的朋友们 Merry Christmas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报的节目 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赞助我 怎么样 我这个好看吗 Merry Christmas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耶稣爱你 阿里路亚 欢迎大家每天跟我一起读圣经